2024年国考报名如火如荼 相关的话题热度也愈演愈烈 据悉 首日10月15日报名人数已超11万人 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 一则警号山东超半数乡镇公务员 想离职警号的话题引发了网友关注 有网友发出质疑 在这种时候发这种热搜 是想说明什么呢 真的想离职赶紧 给考生让地方 该报道内容里提到这样一则数据 2013年全国十个省份在职在港的基层公务员中 79.89%的人员存在轻度工作倦怠 翻出十年前的数据来博眼球 这个热度蹭得多少有点敷衍 现如今您但凡采访几个职场人 谁没有工作倦怠 而真正离职的有几个 根据中国人士科学院 研究对近十年山东401名离职的乡镇公务员 进行流失途径调查结果显示 先有人离职 99.7%的受访者都是通过体制内流动方式离开的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想离职 只是想离开乡镇 重点是每次但凡有考边考工的话题 似乎永远绕不开山东 如今就连蹭热度 都知道要在前面加个前缀 在山东没有编制 真的会被人看不起 难道山东就没有人不考公务员吗 除了公务员 其他工作都是混 前几天一篇山东男子离开编制后 父母觉得天塌了的文章引发网友的热议 文章中的这个男生在读高中时 他的姐姐考上了公务员 父母从此对体制内高了一等 因此也希望弟弟继续走这条路 即便他内心非常不喜欢考工考编 但最终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 进了体制内 过程中他几次辞职再考 但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生活 索性在他三十岁生日时 毅然选择了离职 决定去画漫画或者拍视频 山东中年体制内听上去如此和谐 男子辞职作字媒体的决定 让家里吵翻了天 父母觉得他的人生完了 周围的亲戚也说他脑子有问题 有人说山东人不能没有编制 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 这绝对不是地狱黑 而是在人们普遍认知中 山东或者说是整个北方地区 人们对于考工考编 确实存在着天然的狂热 山东全国寻考团横扫江浙户 甚至从山东一路考到广东 山东考爸们 一直都是让全国考生都闻风丧胆的存在 就连他们自己都说 在山东只有两种职位 公务员和打工的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剩下的是不考编和不考公务员 对于大多数的山东籍父母 儿女有出息的定义 也非常简单 有编制 网友A这么说吧 你互联网大厂年薪几十万 在爸妈眼里 不如一个月四五千的公务员 网友B 爸妈即使现在考不上 年年考 不信三十五岁还考不上 网友C 永远不要和父母聊工作话题 在他们眼里 不是公务员老师的工作 都不是什么正经工作 没有编制 永远找不到好对象 不考编的山东人 过得怎么样 李伟大学毕业后 回老家跟随父母创业 并逐渐接替父亲 成为家中小规模面粉厂的画室人 而这样的经历 在他的同学中算是异类 李伟学习成绩称得上优秀 高考考上了青岛一本高校 正常来说 他应该像很多同龄人一样 走上仕途 但他却没有 用他的话来说 他甚至都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北京青年报曾报道过一篇 警号85后山东小火 反复离开体制警号的新闻 该内容讲述了山东85后青年乔通的人生经历 对于多次考工又辞职的原因 他归纳为被父母的期望和社会舆论裹挟 铁饭碗是不是青年人的最优选择 当自己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产生矛盾 又该如何抉择 或许作为一个自媒体人 如今拥有了37万粉丝的乔晓通 之所以被看见是幸存者偏差 如果最终他失败了 或者说他的短视频无人问津 如今的他会在做什么呢 不管结局如何 像李伟乔通这样的人的存在 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山东青年 这片土地其实从不缺优秀的青年才俊 更不是人人都在忙于考工 我就是从事业单位辞职的 现在自己创业有点后悔 但还是觉得更喜欢现在的状态 这群不考编的山东人 或许并没有达到家人的心理预期 也没有获得亲戚口中 所谓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 但那又怎么样呢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成功上岸的凤毛麟角 他们既有上岸的能力 也有破茧成蝶的勇气 在人生的岔路 他们敢于打碎别人眼中的金饭丸 就这一点而言 他们就比大多数人要勇敢 职业偏见哪里都有 各走各路互相尊重 对于围城话题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正确答案 就像打工人永远觉得 公务员就是天天什么也不干 看书看报喝茶水 职位高点的就是吸纳睡人的血 死要面子活受罪 但是国家公务员报考比例 往往是千里挑一 真的人人都能考得上吗 抛开考试难度避而不谈 一味地妄议他人 觉得考工的人都是求稳定 没能力 还是那句话 你考得上再谈选择 考不上 真的没资格在这非议别人 反之 父母亲戚眼中 那些不稳定的职场 年薪几十万的企业 真的人人都能进吗 985 211知识最初级的门槛 学历 实力 运气 缺一不可 在外可抵千军万马 在内可谓老板解忧 哪个不是一人能抵一个团 更别提那些敢去创业的年轻人 更加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虽然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进了体制内还要辞职 但人生本身就不是赛道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通过试图 完成阶级跨越 有人选择安稳度日 有人喜欢挑战未知 向上的方式有很多种 最好的就是让考工的考工 创业的创业 找工作的找工作 各走各路 各自安好